今天给我们上的例子是五线癌的A线诊状 我们将从这五个方面来概述这个病变 一个是五线癌的一般情况 临床表现 病理 A线表现 还有小结 最重要的我们要掌握五线癌的A线表现 那我们都知道 五线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过去讲述五线病变的书籍很少 就像你们上专业课也很少讲到有关五线这方面的病变 很少医院的大社科有A线设备 那五线A线检查就很少做 但是最近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医院 已经供制了五线的A线设备 也有专门的医生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开展到五线的A线检查 甚至还有很多医院已经专门成立了五线专科 为什么现在预线病变得到了这么的重视 这个最重要是由于预线癌发病率提高了 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大城市 它已经上升到了富与恶性种族的第一个位 而且我们国家以下来的高发年龄跟西方国家有不一样 高发年龄是四十五到五十岁 以西方国家五十到五十五岁提前大概两年 用发病率的提高 高中年龄的提前 这样对我患者的生存时间生活质量有很明显的影响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小插曲 就在三四年前有一个患者大概是三十五六岁 他因为领同异业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 我跟他做五线导管罩语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病人其实十年前 他已经得了这个五线导管罩 五线医院 但是他由于不好意思不敢到医院去看病 他就以为自己是得恶性种族 一直不敢来来 更不用说结婚 那后来我们检查 他其实不是医院来 只是一个导管扩张证 但是这个病人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又不敢到医院去看病 而影响了自己的结婚 你说这对他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吧 另外五线癌不同时期 他的治疗方法有很明显的差别 早期的可以做 早期的五线癌可以只做全部切除 如果比较晚期的叫全切 那五线的局部切除和整个五线的切除 对女性患者来说 他的生活质量是大打折扣 所以为了提高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 那我们怎么来找发现这个病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临床表现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 他还有这几个方面 下面我们对他的临床表现 逐一的讲述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五线总块 他的耗发部位是在 他的耗发部位是在母线的 赖上下线 为什么会在这个部位 你们想一想 他不在内也不在下 这个部位是最多的 像这个就是一个木马照片 这是一个鞋位的病人 这个总块是在上下线 在外上线 总块他的大小不一形态 可以是原型也可以不规整的 那有些总块可以根基很清楚 也可以活动 所以不要以为说更便检查 按摩了这个总块很活动 根基很清楚 肯定不是与下癌 那你就有可能是错误的 可能是正确 那也可能是错误的 有另一部分的病专癌 他的边界可以清楚 也可以活动 第二个临床表现是乙头异业 他的发生率不多 大概讲你百分之十 如果是血性异业呢 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五 为有些癌 大家要注意 假如这个病人是五十岁以上的 他是有些癌的发生率呢 可以高达百分之六十四 那么这个医癌呢 一般是盗策 翻个五管开口 他可以是自己一出 就很多患者是因为冥医中发现低腿 怎么就有血迹啊 这样的话就 有些是检查的时候 挤腰才会出现的 如果这种医癌呢 可以是血性 也可以是交液血性 或者是水样的医癌 在大部分上 乙头可以云 有云会有改变 比较把气的病人 他容易 请换乙头可以偏向侧 或者是面领平 回缩 凹陷 但是他这个乙头 有这些改变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乙面 以为就是一下 首先要询问病人 他是不是一直乙头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近期才发生 发生这种改变 如果病人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他有可能就是先天 先天就是这种改变 所以这个乙头的改变 一定要结合临床 另外乙头也可以出现 米烂结痂 就像湿疹一样的改变 不要看这个这里 我以为是诗整的 有别的影像癌 这个拍的是影像癌 他的典型的一方表现 就是乙头发生改变 除了乙头改变以外 我们看到他的皮肤 可以局部凹陷 就像我们脸上的酒窝一样 局部凹陷 也可以是泥脉的水肿 叫极皮胺的改变 还有皮肤可以有过空 有些的经久不易 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跟炎症很相似的 出现红肿热痛 这种就跟母线炎非常相似 除了局部的改变以外 整个乙头的轮廓也可以改变 如果手段比较大 外出的我们看到 母线外出或者是凹陷 两侧股中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促整的话 半子的叶波琉花节 或者是索古山的琉花节 比较晚期待 会增大 也比较硬 不过比较差 他早期的 他所早期的转移的 他很多时候是粗大 就琉花节的增大 我们就比较怀疑他是癌 但是假如琉花节没有增大 也不能排出他 没有转移的 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一类病人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 我们知道 引线总快 不把发现照片 触诊的话 大概有60%可以触到总快 那还有40%有时候是触不到的 所以这类病人 如果不做影像学的检查 他就有可能漏掉 我们的普查 总要是针对这一类人群 这里要提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类影像癌 叫做影性五线癌 它是常常以夜下 或者是首股上的淫巴节 总大为首发症状 说病女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他是有转移癌 但是乳房 原案病灶很小 临床梦到影像学检查 也有可能发现不了任何痒性症状 所以临床上有时候就是 夜线或者首股上 发现有转移癌的 尽管他原母房没有发现病灶 他也作为按照影像癌 这样来治疗 那我们找了他的影像表现以外 第三个讲他的病理 病理 他对跟我们影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是大体的病理改变 镜下的病理改变 他有很多名字 也有很多类型 所以我们要掌握他的病理类型 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病理非常有关系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知道 乳腺癌的耗发部位 这个就是跟我们刚才讲 他的耗发部位是相应式的 多数乳腺癌 他的耗发部位是在 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也叫做TDLE 其实他很多病理 像乳腺增生 他也是耗发的这个部位 那什么是 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这里是一个试衣服 这里是一块县叶 这些导管 叫做大导管 它包括集合管 五出洞 这个五洞 它是局部的龙大 做大网造领的时候 描画这个路人 就是导管扩张 它正常这个就是一个 存乳 骨质的地方 所以它比较龙大 而这个地方是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这里局部方大 它是影响了很多病变的 发病的一个单位 你在镜下我们看这个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单位阶镜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导管 这些是小业 这整个一个是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在比较低 在比较低 背景可以看到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中成一个片状 片状的一些形态 那人们说导管造领 这个是导管造领 这些是导管 后面这些是县品 这个呢就是一个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这是做导管造领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导管造领 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它就要现成一个 小人形的结结 大概是七毫日 如果有些有正生的话 这个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这个中莫老管小业单位 就可以蒸发 那如果我们了解 它的套号部位以后呢 就要了解 殖病的分类 那你现在就像我们人一样 有高有矮 有肥有胖 你现在它也是有很多类型 由于它的主殖病结 类型比较多 分类有很多分类方法 比较有影响的 大概有这三类分类方法 WHO的 HIP的 还有就是 中国常见种类整治规范 这三类 不管它是怎样的分类 它一般都按照 这两大方面来进行 一个是根据细胞固形图 根据细胞固形图 可以分为导管癌 小业癌 根据 肿瘤是否侵犯了 见识分为 非禁入性癌 也叫原胃癌 和禁入性癌 那我们下面呢 主要就是 以这个中国的分类 那么导管癌就是肿瘤细胞 它的排列成一个管型 这个叫做导管型的癌 那一个肿瘤细胞 它的排列是成小叶型 这个叫做小叶型的癌 我们现在跟大西介绍的是 以中国常见肿瘤整治规范 以这个分类方法来对应变进行分类 它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非禁入性癌 就是肌瘤是完整的 下面这三类其实都是禁入性癌 如果它的肌瘤刚刚突破肌瘤 只有局部少量的侵入 这个叫做早期禁入性癌 下面这个是禁入性癌 禁入性癌的火呢 就根据它的细胞共性和临床两线 有没有特殊分类两大类 一个是禁入性非特殊型癌 禁入性特殊型癌 非特殊型癌 它就细胞共性 临床表现是没有特殊的 它占肌瘤性癌的65%到80% 首先就来解一下 什么叫做非禁入性癌 它主要是五线实质的 恶性丧皮真身 没有突破肌瘤膜 没有静下静止紧润 它包括原类癌和原类癌半导管内 扩散 就是不管这个肿瘤有多大 只要它不侵犯限职 我们就诊断它是原类癌 它就包括导管型原类癌 和小叶型原类癌 两大类 这个就是导管型原类癌 导管型原类癌它的转规 可以保持终身都是原类癌 也可以发展为禁入性癌 通过数年或者是数值年 小叶型原类癌 小叶型原类癌 它的导规 小叶型原类癌 它的导规呢 也是可以保持终身 或者是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可以转化为禁入性癌 可以是多发的 所以发现一个病灶 还要注意 看看有没有其他原则病灶 它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可以是双侧乳腺发生 所以看到一边乳腺有肿瘤了 不要就以为是万事大吉了 另外一边一定也要检查 否则有可能是漏掉 第三个是禁入性癌 禁入性癌 禁入性癌 就是由于肿瘤细胞穿破 乳腺导管的 现方的基底膜 起入了鉴质 它就包括禁入性非特殊性 和禁入性特殊性 同样的禁入性非特殊性癌 它包括了禁入性导管癌 还有禁入性小叶癌 那这一类是最多件的 我命令床上乳腺禁入性导管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禁入性导管癌 小叶型癌就比较少一点 禁入性导管癌 大概在乳腺禁入性导管癌的百分之七十 这个呢 禁入性小叶癌就少一点 特殊型癌就包括了 特殊型癌 特殊型癌 它有很多类型 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些常见的 根据它的病理改变 医后比较好的 它的病理共型 比较特殊的 有乳头状癌 咽咽腺癌 水腺癌 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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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就知道 以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臨床比较特殊的 有炎症腺癌癌 乳头的 胎症腺癌 臨床上 有这个水腺癌 你臨床摸起来 它就跟腺立腺癌很相似 边界很清楚 很光滑 但是它如果长得比较坏的跌领 皮肤造成腾痒 和腾痒 皮肤黏黏 而且会发出很臭的 这个癌 臭的味道 所以你看这些病人 就要注意 那么炎症性的癌呢 就跟 一般的炎症 临床 我们很常把它间谍 它的医后就比较差 那胎子病呢 它是 由这个 他认为1874年 首先描述这个病院 它的临床表现可以 仅仅是乳头乳癌 或者是乳头乳癌 加上乳腺内的状态 或者乳腺它就仅仅表现为 乳腺内的状态 它的病理基础呢 乳腺 水腰癌和这个 粘液癌 它的肿瘤 成节节状态的球形 它的生长方式 是推进性生长 所以它的边际 比较清楚 边缘比较划滑 可以 就是很费用脚帮了 这是它的病理基础 那么炎症症癌呢 总于一般来说 这个乳腺是弥脉的总大变硬 摸起来整个乳腺很硬 但是呢 很明显的总块呢 就比较难摸得到 这个胎子病呢 主要是 肿瘤细胞 它是位于 乳头表皮的基底部 所以呢 它的病变主要位于乳头 它的转瘤呢 就跟我们平时讲的 三大类的途径 直接蔓延 淫巴系统 血道转瘤 那我们比较 它主要是 直接蔓延和淫巴转瘤 比较多件 血道转瘤就少一点 直接蔓延 它可以通过 保管系统蔓延 可以通过夜间 小夜间的间隙蔓延 另外呢 可以通过淫巴 呃 蔓延阻塞了 皮下的淫巴麻 这个是造成皮肤水肿 和GVM 改变的一个定理基础 还可以造成皮肤 皮下血管的渗出 蔓延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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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这样的造成皮肤 它的边缘 研究像卸足一样 那我们木把照片所 这种卸足一样的改变 它的影像学表现会怎样呢 第二个 总块的边界比较清楚 体积比较大 鱼线的A线造变 这一类 它的A线表现 跟这一类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后面会讲到 那么还有一种的是 总块的 从蓝性 它里面呢 骨头 可以由骨头造成新生物 哪里面也可以出血 一般来说 它的大体积比较改变呢 就有这三大类 那下面呢 我们就讲A线的表现 乳线癌的病理有很多类型 但是A线我们就很难 具体来分它的 每一种病理类型 乳线癌的A线的表现 它的体积分枪 可以比较常见的 有这四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乳线的总块 第二个是 不对称密度 第三个是 新芒状的改变 第四个叫 概化 新芒状的改变 我们在有很多书上 或者很多文献 它呢 就把这个叫做 结构扭曲 其实这个新芒状的改变呢 也许是 也许是 或者把这个 或者把这个 都称入了这些 叫做结构的扭曲 另外还有它的 间接真相 包括皮肤真够 皮下组织 密度真高 成一个网状的改变 还有呢 乳头内线 液锅淋巴结的增大 这些呢 都是间接的真相 就是有些其他的 并变能力 可以引起这些的 呃 一些表现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 有线的 第一个 直接增向 有线 癌线表现的 第一个直接增向 走快 什么叫做走快 走快就是 看到这个印照 是有往外撲的 并远方法 脉面 恒融 有照项目的 这个叫走快 它可以是圆形 软圆形 也可以是不规则 可以很分裂 密度一般来说 是比较高的 我们怎么比较 它这个密度 就跟周围 临近 蟹鼻子 是同样 体积的密度来比 乳线癌的密度 往往比正常 周围正常 乳线的密度要高 这个主要是由于 肿瘤的癌细胞 细胞密度 比较高 这样造成的 边缘可以是 规则分裂 或者是毛刺 这个就要看 它的生长方式了 像刚才讲的 水样癌 它如果是成一个 推进性的生长 它的边界 就会表现得怎么样 好 待会你们看看 这种的边界 又怎么样 边界可以是 清楚 也可以不清楚 那这个阻碍 那这个阻碍 我们是不是看的阻碍 就诊断 它是理性癌 不是的 有何类的病变 我们要做一个介绍 这个是一个图像 这个是一个阻碍 这个是一个阻碍 这个阻碍 这个阻碍是什么形状的 不规则 规则行 它呢 不是很圆 这些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就叫做分裂 有切记的 这些地方叫做分裂 那这个有没有毛刺呢 这个边缘 毛刺 我们如何去认识 神的这些毛刺 这个叫不叫毛刺 这个叫不叫分裂 那想一想 这个是一个 入规则行的种态 边缘有分裂 这个我们看到 这里是一个种态 边缘是蓬容的 有在会效率 那边缘这个地方有凹陷 所以这个也叫做分裂的种态 边界清不清楚 边界清不清楚 这个边界有一部分是清楚的 所以清不清楚 你就看它有没有一个结案的分界 跟临近组织有没有分 分得出来的 这个地方是分得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边界比较清楚 但是后面这里的边界是不清楚的 所以它有些地方边界清楚 有些地方边界是不清 那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位置的一个照片 有时候呢 看它的形态 两个位置 我们知道 有限它的照片 都要两个位置 一个是内外斜位 一个是头尾 头尾类照片 头尾类照片 主要是决定 定便是在内还是在外 斜位的是定上下 这个是一个分叶上的总块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这一个总块 跟前面的总块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你看到这里这个边缘 这些就叫做毛刺 什么叫做毛刺 这些就叫毛刺 毛刺它是很直的 有长有短 那矮的毛刺呢 多巴是比较长 但是它很直 那一般我们看这些导管 它也是成一个条状的阴影 或者说 心内它也成条状的阴影 但是它是比较柔软的 毛刺它是很直 它的总相跟导管总相不一样 它是沿着这个总块 从四面八方 从放射状的分布 这种就叫做毛刺 这个也是一个结结 那边缘呢 就可以成形 看成一个尖角样 短毛刺 这些都是恶性的 总乳的一个真相 你知道短的毛刺 毛刺很直 就跟你看这些 也是成一个条状的 为什么这些不叫毛刺 它是比较柔软的 总相呢 是跟导管总相一致的 这个毛刺 它是在总流周围 成一个放射状的分布 这个找到没有 病变在哪里 看不看得到 好 这个病变 那我们这里 这里看 因为五线它的线体 刚才讲的 它的基本单位是 中末 八方训片单位 拍片的时候 它常常也是表现了 小结结 那么这种小结结 跟总块 小的结 定造的 总块怎么建立 这个就是一个 很小的 圆形的结结 这些是线体 那这些 它边界不是太清楚 边缘比较模模 这个是总块的边界 比较清楚 密度比较高 那线体的地方是说 密度比较那么高 这个就是小结结 那么这个总块 跟前面的总块 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总块 但是我们看它这个 边缘很规则很圆 你看到这种 这个很多良性总结 是很相似的 没办法间别 它的这个边缘很规则 没有看到分叶 也没有看到毛刺 那像这个呢 我们看它这个病变 它只是一些 主要的长条状的阴影 中间有一个小结结 那这种呢 我们叫做新亡状的改变 它的结结不大 有些时候 可能你甚至是看不到结结 只看到一些 放射状的 索条状的阴影 结结很小 那么这种呢 你不注意的 很容易把它弄掉 这个就叫做新亡状的改变 结结不大 就是长条状 索条状的阴影 比较危险啊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毛刺 很相似的这些 第二个增加的是 局部密度增高 或者叫做不对称密度 那这一类呢 我们是比较难看的 要看这个改变 一定要跟对侧的母线进行对比 才能够发现这个改变 所以母线检查 我们一般都是双侧同时照片 一般不能就只照一侧 不然就是怕没有对比很 你把这一类病便漏掉 像这个病人 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 就找不到它 什么地方是异常的 因为母线它的萎缩 它不均匀的 可以有些地方 比较明显 有些地方不明显 所以假如 看了这个片栽域 只有一侧有限照片的话 你很难确定它这个 就是一个病灶 它有可能是萎缩不完全造成的 所以两侧母线的照片配比 如果发现局部这个密度 不对称的增高 这个就要非常的注意 这个是不对称的密度增高 这个要两侧进行对比才发现 你像这个病人 它是整个母线的普遍密度比较高 局部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它密度比较高 然后边缘隐约可以看到一些 条状的阴影 这个也是要通过两侧对比 才会找得到这个 局部的密度增高 这个是在这个位置在这里 所以这个病人 它整个母线 成一个普遍的致命 这个是在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局部的密度增高 这个也是也要两边进去对比 才能够发现这个病边 第三个症状的 微线表现是概化 这个在五线癌整段中 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木把照片 概化 我们整个看 要看些什么类型 主要是要看它的概化 形态 大小 分布 以下来它的概化 它的形态呢 包括 碎石 碎石样 粉末样 还有一个是柱形 如果这个概化 形成多种形态 有些是小片状 有些是多角形 很不均匀 有些力度高点 有些力度低点 文法这一类的叫做 碎石样 它有一种呢 是形态不定的 比较模糊的 叫做粉末 就像一些粉 撒在上面 那还有一类呢 它是跟五线导管 很相似的 成线状 分支状 就跟导管的形状一致 这种叫做柱形的概化 概化呢 它的分布呢 可以是截断的 也可以是撒在的 主要是层处 多发 这个是非常重要 它这个 你说按照概化呢 它是很多很密 密集层处 可以是一个线叶 也可以是几个线叶 有些甚至是整个五线 都可以看到有概化 那我们现在看 概化 这里面要看 它是小点小肯穿的这些 这个是放大的 这个呢是没有放大 放大以后呢 看到它的大小很不一样 形态也不一样 密度也不一样 这种叫做碎石样的概化 那么这个概化还是算 比较明显的 一张照片呢 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但是有些概化 它如果比较小或者 比较少的时候 就要放大才能看得到 那像这个呢 它的概化就比较大一点 可能你们这个 比较黑粉不好看 它这个密度 比前面那个更低 密度比前面的更低 这样呢 这种叫做小末状的概化 它的范围也是比较大的 这些就是五线来的 比较点型的概化 那还有这个呢 是 这些概化 这个点状 率比较高 比较大一点 这些呢 就是比较小 大小不一样 那像这个呢 没有放大之前 它这个概化呢 预不流传 就比较容易漏掉 所以以前没有 没有这个 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放大镜来看 就是要寻找它 那现在很方便了 通过这个电脑 可以直接放大 那所以 写五线照片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 五线要放大 另外呢要注意调节 双方双位 把这个概化 解释出来 那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概化 就比较 比较少 但是呢 都超过了 五六线 一般来说 以下来的概化 如果一个平方 一般 厘米 它超过了完毕 我们都说 它是成多发的 这些点 你要注意是 要高度重视五下来 那这些 直接真相呢 在原类癌 原类癌的一件表现 它 背对秤异度 大概占百分之十五 我们在这里看看 几个真相 概化 它占的比例最高 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九到八十五 这一个就是 木把 作为普查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原类癌 它的A线真相 以概化出现力是最高的 而且它有些往往是 只有概化 其他任何真相都没有 摸 摸不到怎么快 就是 通过木把照片 才能把这个概化 写出出来 这样的发生病状 那其他的界里真相呢 就是包括 皮下组织 把状改变 皮肤真厚 骨头内线 那这个 皮下组织 碗状改变 我们如何去认识它 像这个 它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是一个皮肤 皮下组织它的密度呢 比较低 而且比较均匀 而且你看这一点 它的 皮下组织密度增高 里面可以看到很多锁条状的 碗盒状的来边 这个是有病变的 这叫做皮下组织 重瓣 和状改变 那乳腺它的乳腺癌的另外一个直接更生就是皮肤真厚 你看这里这个乳云周围 这里皮肤真厚 大概超过了七个毫米 那正常的时候它的乳腺的皮肤 它的厚度不一样 以乳云区是最厚的 下面 你上面要厚 但是它一般来说乳云区最厚它都不超过五个毫米 如果超过了我们就要注意它是有皮肤真厚的 这里还有乳腺内线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乳腹内线的时候 你特别要注意看看这个乳腺照片 它是不是位置摆正了 有些位置没有摆正的话 你看起来好像乳腺内线 所以发现这个你一定要 如果不清楚的话一定要检查一下病人 你看看它是不是乳腹内线 那木把照片呢 也可以显示叶窝的淋巴结增大 因为叶窝它的指法很多 所以淋巴结增大也是很明显式的 那上面的就是我们讲的 有线I X线真相的 直接真相和间接真相 找到这些真相以后呢 我们做整段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一个就是要找到它的实际增加 总块 假如说这个总块 边缘有毛刺的 那它是乳腺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可能百分之九十几 第二个就是概化 那么来看的话 一定要看它的分布 大小和数目 如果是又密又小 整处分布 那么这种概化呢 也是百分九十九都是乳腺癌 不断说百分之一百 但是百分九十九 那还有就是心房庄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呢 就是要结合临床 看看病人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 或者有没有外伤造成脂肪坏死 假如没有手术 也没有脂肪坏死 那这个就非常要提示它是乳腺癌 另外要结合临床检查 乳腺癌的话 心房庄的改变 再结合临床促诊 你可以摸得到总块 如果是手术斑痕 或者是脂肪坏死的这些呢 你摸起来它就摸不到总块了 那间接真相的这个是有提示 碰到这些间接真相 一定要注意把乳腺癌排除 不要轻易把它放掉 像这个病人 我们看到这个总块 能不能整断它是乳腺癌 或者说它乳腺癌的可能性有多少 看到这个 每个人可以回答一下 首先第一个你看到这个总块 一个人看总块的形态 边缘 边界 你看这个总块的形态是什么样 什么形态 规不规则 还有边缘 边缘 边缘光滑吗 一个是形态不规则 边缘不规 不光滑 看着比较多的分页 这一类呢 就提示你要注意是乳腺癌 因为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血管增出 那这一类呢 就要高度提示是乳腺癌 这个病灶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比较难发现这个 你想刚才你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这个呢 你就要跟如果不是太熟的话 你就要跟对侧乳腺进行对比 来看看她的局部的那种增长 要看她这个病灶怎么样 边缘怎么样 光滑吗 边缘 我们一讲边缘 你就要看看是深夜 光滑毛刺 如果是很光滑的 有可能良性什么 跟恶性什么也就很难见 假如看到毛刺的 怎么判断她是不是毛刺 长的 还有呢 很直 很硬的 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 你讲很悦 毛刺就是 毛刺毛刺 毛刺讲毛刺 但是要你真正去认识 什么叫毛刺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很直 直就代表她比较硬 那这边是有短毛刺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乳下 看这个真相 这个照片呢 就比较难得到 她因为边界不清楚 她重叠比较多 但是 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她的边缘 是有一点点 很短的毛刺 这个呢 也是高度提示 五线版 这个看到什么真相呢 它有什么真相呢 概画 看来概画的话 我们要注意哪几方面的内容 是不是按照概画的故事 很像的 你现在的概画有什么特点呢 陈处 很小 以前有一幅书就说 像 细盐 就像我们看的盐粉 细盐那样的概画 你看在这个地方 可以带来一堆 细小的概画 如果放大 你们看得不太好 这里放大 可以看得很明显 那他们这种概画 也是高度怀疑 五下 所以他们讲 如果看到的是 圆形 整块 就是 边界比较清楚 也比较规则 这一类整块 我们就不敢说 它一定是以下来 它的间别 要跟囊种 新线流 无限生生间别 概画 像新线流的概画 它也会出现 它一般就成了一个爆米花样 比较粗大的概画 还有一些 五线增生 它也可以出现概画 它这个概画 也是比较粗大的 第三个是 局部密度增高 五线增生 可以出现 新线流也可以出现 这个呢 就要通过 两侧对比 还有呢 可以做一些 进一步的其他的检查 来确定 这个是 间别诊断的时候 看到这些真相 我们要做一个间别 像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主块怎么样 很圆 边界 清楚 边缘 那看这个 你会诊断它有下癌吗 不会 能够排除 五下癌吗 敢敢说它 不是五下癌 为什么不能排除 前面我们讲过 有一类五下癌 它的表现就是这样的 烟液腺 烟液癌 还有水腌癌 它就成为一个 膨胀性 推进性的生长 所以它这个恶性程度 不是太高 边界很清楚 跟千倍线油 很难间别 那碰到这一类 你看年纪也比较大的 你就要注意 假如说它年纪很轻 二十来岁的 如果是比较靠近 皮下的 这一类的多八十千倍线油 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 碰到这一种呢 不敢排除 它就是 不敢排除 它是乳下癌 这个你就要做 经营的检查 或者手术 切除活检 这个病理 它就是一个乳下癌 烟液性 像这个 欧汉它被 乳头部面 极部密度增高 这个你可以考虑它是什么 有没有总块 怎么判断它有没有总块呢 看来讲的总块它的边缘是膨胀性的 那这里看呢 不明显 所以呢 这个表现 总块不明显 只是一个局部的密度增高 境界不清楚 摸起来 临床摸起来 它是有节节的 那这个你怎么整断它呢 是不是把乳下癌排除掉 那是不是怎么整断它是乳下癌 这个就 只是一个局部的密度增高 那就很多病变可以了 乳下癌可以 纤维陷流可以 纤维增生也可以 这个很高 最后这种数是一个 纤维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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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比较小的时候 或者成绩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们无法放电的话 就是表现一个局部的密度增高 所以看到这种呢 我们要做进步的检查 做些什么检查呢 那像这个病人 看来我们在这有没有整块 你说整块 你看它有没有膨胀性的 边缘的密造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局部的密度增高 好 这个已经主要会 成为局部的密度增高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整个 吃脱高 乳下癌 纤维陷流 可以增生 能定吗 定不了 好 这个是一个局部的密度增高 年纪也比较大 我们就要考虑 这三方面的内容都要考虑 乳下癌 纤维陷流 增生 都要考虑 但是看来的密度呢 是比较高的 那作为这一个病人 一个你要做无常检查 有时候影响检查很有帮助 可能你看到这些症状 再摸起来 它比较硬的走快 那就肯定偏向是 比较硬 活动度又不好 就偏向是有效的 如果说摸起来 它的边界比较清楚 比较柔软的 那就偏向是良性的 所以呢 我们往往说 影响 又跟临床结合 这个对诊断是很有帮助的 那像这个病人呢 有没有把它走快呢 这个走快看来不明显 这个状况看来不明显 这个状况病变 主要看来皮下 组织位的增高 看来这些增相的时候 别以为它就是无线增生 无线增生 无线增生 不会放成皮下 组织位的增高 一般说只有两类 质地比较多 一个是年生 一个是乳相 所以它的这种改变呢 你就要考虑 一般来说 就要考虑最远的应变 这样你要结合临床 临床它的定时 还有的就是临床紧常 那有时候呢 这两个走的 还是不能定得点 还有说一个三次火箭 所以碰到这些就不要不好 就是一个无线增生 反而可能是一个影响癌 这个最后就是乳相癌 颜色型母特癌 那我们讲的 它的诊断要注意的方面 乳相 X性检查 它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刚才看到 它有些可以诊断 有些不能诊断 我们诊断来选择它 要选择它 首先要知道 它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在哪里 因为这显示概法 是它的最大的优势 也是我们 普查 要我们木板 来普查 我们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呢 它也能显示 走快 这个就要对比度比较好 或者走快比较明显的 还有呢 就是 叶玛林的巴结 也可以显示 像这个呢 显示概法很小 这个概法很小 那么这个病人呢 他们所说是一个人类癌 摸 云床摸一点都摸不到 就是我们找到的这个改判 告诉他这里有个病状 云床还是摸不到 后来就通过我们做定位 切下来现在人还做了一个局部切除 现在这个病人还很好 所以这个早发现早诊段早诛量 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是有很大帮助 那像这一部分可以显示多发的阶级 那这种对一部比较好的领线 显示走快的就很清楚 这个显示他的业过年发现 这是他的目把的一个优势 那目把是不是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了呢 它的限度在哪里 刚才我们也讲过 假阴性就是有种快的 大概有20%它是显示不出来的 这一类不能显示 主要一个是跟有限实质的类型 无限实质它的限定很多的 这里会影响它的总快 另外就是定罩的部位 如果它长得比较靠外侧内侧偏上偏下 所以这个临床医检查也很重要 临床检查有种快 照片照得到的时候 你一定要检查病人 是不是有种快 有种快它是昂徽的位置 可能包不到 这个时候你就要调节 头照位置 把病片显示出来 还有就是头照不正确 这样都可能造成假阴性 第二个它的限度呢 就是不能不显示 运造另一部的情况 比如说总快里面 它是囊性还是实性 木靶是没办法显示出来 像这个呢 它是有种快的 但是我们呢 这个照片是显示不出来 这个主要是由于 整个种先进度 比较高线力比较丰富 总快被援盖了 所以看不到总快 你要看它是什么 配型的影线 假如说这个影线的密度 是比较高的 看不到总快 你不能够排成它 没有总快 那还有像这个 这个照片就是说 隐藏摸来总快 它在红照里 就是包括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照片 后来呢 我就照片过来再检查 确实是有总快 觉得总快率是这么低 就考虑肯定是头照 照得很好 后来已经 就要再照过 这稍微有了 我们看 这里这个总快 就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所以 隐藏提示有总快 你照片没有包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头照的 不正确 想照出 这个是一个假音性 那么 木宝人们 没办法区别 那么我们知道 它是狼性和神性 对总作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 它是一个狼神性边界 它的狼地很规则 没有一点阶级的 那我们一般就考虑它是 一个狼种是一个良性的 但是由于木宝人们 不能够显示 内部情况 所以 我们为大导判断 这个就是它的 一个限度 那现在我们 就消失一下 五线的木宝 它有它的优势 也有它的缺陷 那现在目前 五线的检查 有些什么方法 除了木宝人以外 红外线 红外线呢 就是 它的阳性率 或者说假 假阳性比较高 所以现在都很少做 如果现在比较常用的是 木宝超声 这两个是最常用的 死柱的 还有CTMR CT的由于它设限比较 设限量比较大 所以一般都不作为 无线的检查 但是现在 CT它也正在 黏住这个低剂量的 少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低剂量的 它就 检查五线的 也是成为可能的 木宝它的优势 是显示概化 超声 CTR 它显示 节节 还有没有 包裹 内部情况 它显示这些情况 无数 有线 实质 硬造的 云造的 护卫 的影响 所以它是有 很好的 互动性 我们现在 无线的检查的 往往 都把两 结果两种 木把和超声 都做 这样就可以把 路整或者说 路整 降到最低的 水平 检查以后呢 从走 走到 一个就是 影像 跟临床 要密切结合 看来 想吧 临床 摸到 阻断 影像 看不到了 你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 没有包裹 还有呢 有些节节 影像 定不了的 在通过 接入了美容床 对它的 进一步的定性 很有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 讲的 内部 有线的 HM 怎么知道 那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小特兰 谢谢大家